人墨在杂乱的房间里睡觉,房东在门口敲门,对他一顿臭骂。 醒来的人墨没有出声,满脸腥松,浑身上下都很邋遢。 四十多岁的他作为一个导演,一事无成,想不开的他决定自杀。 但是正要自杀的时候,电话响了,电话是母亲打的,他让人墨回家吃饭,给他煮了最喜欢的鸡粥。 人墨假装自己过得很好,收拾一下就回家了。 房间里走出,回到家的人墨立马进了厨房,锅里有母亲给他熬好的鸡粥,他盛了一大碗吃了起来。 这时候来了一个男子,是人墨的哥哥,叫汉墨。 汉墨是一个有钱客的单身,因为没少做坏事,所以经常进监狱,这回刚好又回来了。 兄弟俩的感情不是很好,所以一见面就开始吵架。 得知人墨要回家和母亲一起住,汉墨不愿意,两人便打起架了。 两个四十几岁的兄弟打成一团,直到母亲回来。 母亲看着两个浑身脏兮兮的儿子,拿了钱让他们去洗澡。 兄弟两个拿了钱,便去了澡堂。 人墨一觉醒来,听到客厅有女孩的声音,便出来了。 他发现一个女孩在看电视,便询问她是谁。 原来这是自己妹妹的女儿,叫敏京。 敏京告诉她,自己和母亲又在这里住。 人墨感到惊讶,敏京嘲笑她,竟然不认识自己。 美颜和丈夫又闹离婚了,这是她第三次离婚了。 汉墨知道美颜带着女儿要回来住,也是不开心。 为了不让妹妹带着女儿,也跟着老母亲一起生活。 两兄弟便约了妹夫一起喝酒,劝妹夫把他们的妹妹带回家去。 但是没想到,妹夫在酒桌上却侮辱了美颜。 两人听了十分愤怒,便把妹夫狠狠地揍了一顿。 为了能更快让妹妹住不下去,两人原本合不来的兄弟只好结盟,只为把妹妹早日赶走。 因为两人都没有工作,每天只能在家待着,等着老母亲给他们做饭吃。 一天,外甥女敏京叫了外卖。 她一个人津津有味地吃着披萨,把两个舅舅给惹馋了。 但是却没有要分享的意思。 两人便开始坑蒙拐骗,硬生生抢走了敏京的披萨,让敏京打哭起来,场面十分高兴。 外婆一回来,敏京就跟外婆告状,可以说,一家子的生活,真的是水火不容。 面对三个老大不小的孩子,母亲是一句怨言也没有,每天都给她做好饭吃。 吃饭的时候,两个哥哥叫喻妹妹,妹妹却不以为然,而小区的大妈们看着这糟糕的一家子, 也是常常在背后议论着。 任墨去剪头发的时候,对立发店的老板娘是一见钟情。 没想到老板娘也认识自己,是从他哥哥的口认识的。 而汉墨呢,又连续上了药饭子了。 任墨和母亲两人单独吃饭,妈妈还给他掏耳朵。 任墨觉得很是幸福。 妹妹和一个男子在车子里亲热,被哥哥们发现了。 不知情的大哥以为妹妹被欺负了,砸破车窗,把那个陌生男人拖出来打了一顿。 不管妹妹怎么喊都不停,最后只好拿砖头朝哥哥的脑壳上砸去,才停下来。 受了伤,大哥满脸委屈。 妹妹和新男朋友也是十分尴尬。 母亲看着这些闹腾的孩子,也是满脸的无奈。 任墨作为家里唯一的大学生,虽然前面的电影投资失败了,但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。 所以他又去见投资人,但是对方给他的剧本又是那些三无的剧本,这让任墨的心一下子就凉了。 他觉得这跟自己的理想差距太远,所以想都没想就拒绝了,最后只能灰溜溜的回家。 又到了吃饭的时候,母亲又给他们准备的很丰盛,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天。 可能是说到了伤心的事,大哥便哭了起来。 为了散心,一家人一起开车去海边。 在海边,大家玩得都很开心,妹妹的新人男友也一起去。 在夕阳下的海边,给他们留下了很美的合照。 任墨接到了出轨的妻子的电话,心情变得有些不好。 在吃饭的时候,大家都挺开心的,但是却因为妹妹的几句话,任墨显得很不开心,有点要吵起来。 这时候,临桌的年轻伙子又插了几句话,让妹妹不禁动起手来。 为了不让妹妹吃亏,哥哥们也一起上去打了起来,只剩下敏静和外婆两人默默地坐着,场面十分惨烈。 在回家的路上,母亲的笑声打破了一路的沉默。 母亲觉得,通过刚才的一场假,她看到了孩子们也有团结的一面。 虽然平时几个都是一副见到仇人的样子,今天的她感到很是欣慰。 还有一件令他们开心的事,刚才吃的饭,最后可能因为打架已失忘了买单了。 一开始,为了赶走妹妹,兄弟两人结盟。 但是因为哥哥不小心提到弟弟的伤心事,所以任墨打了汗墨。 两人的结盟关系绝裂了。 任墨喜欢理发店的老板娘,所以又跑去找她。 看到静子在弹吉他,任墨也上去弹了一手,还约静子一起去海边。 争愁去海边没有钱的人墨,在路上遇到了剧种抽烟的敏静。 敏静有把柄在任墨的手上,任墨便以这个把柄额外生女的零花钱。 任墨开车带着静子去海边玩,两人都很开心。 在车上,任墨忍不住对静子动了手脚,不料被静子扇了一巴掌。 汉墨在静子的店门口等了一天,直到天黑了,才看到弟弟送静子回来。 在远处看着的汉墨,心里不是滋味,默默地走了。 任墨见了要走的妻子,对方要求离婚。 在回去的路上,又看到母亲。 他跟着母亲,发现母亲去见了一个男的。 回到家里,任墨看着饭桌上的肉,斥责母亲以后不要再买肉。 哥哥在厕所里要自杀,被母亲拦下来了。 任墨便带他一起出去喝酒。 外生女因为一些矛盾便离家出走了。 妹妹非常生气,一家子变得更加乱了。 这时候,一个又一个的秘密在大家的愤怒中被揭穿了。 原来,大哥是父亲前妻的孩子,而妹妹的父亲也另有其人。 突如其来的秘密让人很是吃惊。 任墨非常生气,打翻了饭桌,指责母亲一把年纪,在外面还和别人油染。 母亲很是难过,外生女敏静丢了,大家表面上不说,但是暗地里都在疯狂地找。 大哥以重新为黑帮做事为调节,要他们帮自己找外甥女。 任墨则是放下面子,接受了三无影片的拍摄,预支了五千块,也是到处奔波。 为了找到敏静,而美颜为了找女儿也是瘦了一大圈,很是伤心。 最后,大哥终于脱关系,找到了敏静。 得知敏静差点被侵犯,汉墨还回去揍了那个家伙一顿。 因为大舅救了自己,所以敏静对她的态度就变了。 看着敏静安全地回到家人的身边,汉墨决定自己默默地离开。 汉墨又回去帮坏人做事了,她知道自己有一天又要去监狱坐牢。 美颜又要再婚了,母亲把美颜的亲生父母带来了。 这个男人就是任墨看到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个男的,才知道自己误会了母亲。 汉墨一个人在外,十分的想家,但是现在的她还不回去,汉墨决定做一件大事,就是偷偷把非法经营的店卖了,然后逃走。 她给母亲打电话,母亲让她记得回来参加妹妹的婚礼,汉墨哽咽。 汉墨真的把店偷偷卖了,她来到美颜举办婚礼酒店的门口,把人墨喊出来。 给了她钱,然后和她告别。 门静出来看到大舅,便把她叫进去,一起派了全家福。 汉墨真的要走了,她得去逃命,但是没想到任墨却被那些坏人抓了,打得头破血流。 就在任墨快要被打死的时候,汉墨回来了。 汉墨跪下来求情,最后被坏人扎了一刀。 之所以任墨愿意以死换汉墨的离开,原来是当初妻子出轨,任墨把出轨对象打死。 而汉墨替她坐了牢,任墨离婚后,开始继续做导演了。 汉墨和静子在一起要当爸爸了,美颜没有再离婚了,母亲也重新和大叔一起生活了。 原本糟糕杂乱的一家人变得越来越亲密,越来越美好了。 这是一部十分温情的电影,和我们现实中的许多家庭很像。 那些看着冷漠的兄妹,其实到了关键时刻,都是会迸发出感人的一面的。 所以,在生活中,我们要尽量对我们亲近的人多一点包容与理解,多一些关怀和爱。 只有家人才是我们幸福源泉的所在。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了。 喜欢的朋友们,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